成都副局长带娃就医,不愿挂号,信不信,我把医院宰了。 8月14日中国成都八中市中心医院在其官方微信发布一条视频为证,副局长打人真相的文章。 据大陆媒体8月17日消息,这篇文章,的开头附有一段时长时无鸟的无声监控视频。 视频画面显示8月12日时时14分一名背着小孩的男子站在导衣台前,与护士交流,期间男子似乎情绪激动,右手推倒了导衣台上摆放的电脑,随后又扔掉了导衣台上的一块台子。 八中市中心医院在这篇文章,中称8月12日凌晨43时分左右八中市八周居某局和某某带孩子在我院儿科急诊,治疗,时时左右急诊流关数月结束,和某某又到儿科门诊导衣台,要求导衣先某某排白班门诊。 医生为其孩子诊治,护士告诉其按规定,需挂门诊号排号就诊不挂号系统,没患者信息,医生无法开药,和某某情绪激动,并扬言,老子孩子还在发高烧,叫我排号,信不信我把医院给砸了。 他随即推导导一台电脑,并用导一台微信扫码指示牌砸向导衣先某某推导的电脑显示屏,正好砸在先护士面部至该名护士牙银和口腔棉膜出血。 事发后,医院安排保卫科报警据悉目前,和某某与先某某双方达成和解并签字。